欢迎来到本季的剧推时间啦! 每一季的剧本真的都是各种精彩 我们马上就来看一下这一季的话题韩剧吧! 迷惘追凶两颗心 再次挑战非常烧脑的时空穿越题材 果不其然跟剧名一样 让我真的是迷惘到底不行啊! 剧情本身的设定蛮有新鲜感 主轴围绕在保护地球免受太阳风侵害 名为网格的系统上 但是加上时空穿越的设定之后呢 整体故事先开始混乱起来 想要完全理解剧情的我 重看了其中好几集 故事讲述平凡的消防员爸爸 在目睹凶杀现场后 被卷入职业杀手与连环杀人犯的角力之中 整体故事只发生在一天之内 却演了八集 这样的故事拍成剧以后呢 变得有点薄弱 场景也局限在几间建筑中 然后就在看主角不断地奔逃救女儿 结束的这一回合 气象厅的人们2.5颗星 以气象厅为剧情背景 真的是让人加倍期待会带来怎么样的故事 但女主角果不其然又选择安全牌 也就是所谓的职场恋爱剧 重复性过高的角色设定呢 让人看了很逆烦 配角我们的故事也不怎么吸引人 唯一的优点大概就是画面拍的还蛮美的 还有明天三颗星 开播前呢 就话题十足的一部慢改剧 首播的收视率也创下好成绩 以优秀的歧视点开始 但评价却一路溜滑梯 拜比在于故事的主线一直有一搭每一搭的呈现 以单元主题来推进故事线 让整体剧情松散难以聚焦 最后几集才一次完整呈现女主角的故事 叙事方式无法牢牢地抓住观众目光 怪异三颗星 实力派演员聚焦换的新作 再次呈现了韩国很爱拍的邪教主题 整体氛围呢其实抓的还不错 但是类似其中发展的剧呢 在这部之前已经很多了 可以说是比较没什么惊喜感 但是透过剧情来看一些实力派演员展现人性演技 也不失为是一种享受 集数很少 剧情也算是精简 射内相亲3.5颗星 深受大家喜爱的职场恋爱喜剧 真的是非常轻松愉快的一部 但我本身比较不喜欢无脑观看的剧情 会觉得笑完之后好像没有通过 特别的收获 但真的很适合穿插在沉重或复杂的剧集中间观看 主角们呢真的是可可爱爱好好的让观众们疗愈了一番 Crazy Love 3.5颗星 我的女神水晶啊 在这部里面和精彩艺搭档 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对 但前期剧情呢不太合理 脉络有点牵强 不过还好有撑下去 因为剧情稍微明朗之后 有不少有趣的可爱剧情 以补交界为背景剧情也很新颖 轻松无负担的看完赏心悦目的帅哥美女组合 君检察官多伯曼3.5颗星 安普贤首次单纲男主角挑战了打戏和法庭戏 表现呢算是可圈可点 也稍微软化了女主角如钢铁般身影的演技啊 只是我认为剧情比较没有现实感 关于军队高层的角色呈现呢描写的不够细致 就像看他们在服务上打架一样 不过整体节奏还是很不错的 可以看看哦 读懂二之星的人们 四颗星 故事呈现韩国第一位犯罪策写师的故事 其中的案件和主角的心境转换真的非常精彩 重点在于主角透过不断的去了解 重罪犯的心理分析他们的想法 因而受到心理以及生理方面的影响 主角可谓是完美呈现了在过去那样的保守年代 要和这些重罪犯做的斗争 会有多么的辛苦 三十九 四颗星 生仙女姐姐的一部发人身性好剧 这一部当初看前半段的时候呢也觉得有点闷 甚至想说剧情要呈现一个无聊的狗血走向了 但随着角色们的关系建构完整 接下来就好像跟着他们的脚步一样 一起体会身为奔赐的现代女性 他们之间的友情与爱情会以什么样的方向前进 让人忍不住跟着他们一起又笑又哭 诸罗之王四颗星 再一部血心无极限的漫改剧啊 跟着主角的复仇之路前行 虽然过程真的残忍 但是透过男主角们的过往故事穿插 让人真的会去思考校园暴力议题的严重性 当然我们是不提倡暴力辅仇的啊 可是同样大家也要去思考 不是只有身体才能制造暴力 有时候言语更深 你的每一个作为都有可能对其他人造成伤害 必须谨慎行事 杀人者的购物目录四颗星 李光珠终于回归本业的新剧 故事从第一集开始就很有趣 家中经营超市的他 因为小时候和妈妈的见义有为 导致长大之后一连串事件发生 其中也加入连续杀人案的主轴 社区成员们在杀人案发生以后 产生的猜忌还有互相理解的过程 让主角一家终于从过去的事件获得了解放 2521 4.5颗星 这一部呢真的是近期最青春最疗愈的故事啦 我们跟着女主角和她的女儿 一起回首当年青涩的初恋故事 虽然一部分人对于结局有很多的不满 但本着剧情的完整性 叙事的顺畅度 以及主角们的精彩演技来看 真的可以说是表现极其完美的一部好剧 Tracer 4.5颗星 水泰演员仁识玩再次挑战职人剧啦 这一次化身国税局的特意追税好手 每每出招都让人惊喜 不按牌里出牌而且幽默感十足的角色 其实背后呢是希望查明父亲死亡真相的绝望儿子 这一次人识玩又展现了百变演技 和众多老戏谷以及标戏也完全不顺色 安娜拉松马娜拉五颗星 一开始呢对于女主角的悲情设定感到很心累 但随着凶暗的发生以及男主角魔术师的现身 用一种奇幻音乐剧的方式带齐整个故事 你真的会忍不住身陷魔术师的魔幻魅力中 它就像是个象征一样 象征着大家心中并未完全消失的那块 纯真以及善良之地 这一次的推荐呢是评价道吃甘蔗的 我的解放日记 剧情呢看似压抑而且烦闷 但是确实的展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而角色们各自的特色呢也透过剧本完美的呈现 一起来看一下这部有怎么样的负面抒压魅力吧 第一点角色魅力各自展现 主角群是由三兄妹以及他们所遇上的人物来组成 各自与对象互动产生的故事线主轴很不一样 透过这三条线来呈现现代人可能会碰到的日常问题 包含了家庭恋爱以及职场 主角们所展现出来的自然魅力非常吸引人 就像是跟着他们一起进行解放之旅一样 体会他们的日常压力也思考属于自己的解放之道 第二点台词深刻情境日常 这部最被推崇的还有厌世金句多到数不完 主角们都有各自的人生课题 所以面对这些情境和问题 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一番见解还有面对的方式 搭配各自很有个性的台词 造就了许多经典而且充满魅力的场景 相信每个人对于其中的台词 都能够有不同的感触和解读 第三点 压抑氛围解放自我 整部剧的氛围呢 其实是偏向压抑而且沉闷的 但是看了这部剧想要呈现的故事以后 你却一步步跟着这样的氛围 获得了疗愈感 看着主角们想要从既定框架中出逃 你也似乎获得了不少活出自我的能量 不一定要活得跟别人一样 你只要不放弃成为你想成为的自己 就是一种解放啦 这部真的是近期看过最别出心裁的一部剧了 看似日常的剧情 看似平淡的情境 甚至看似有点无聊的一些场面 透过角色的台词还有表情演绎啊 让这部剧恰到好处的撑了起来 不多不少呢 就是刚刚好带出了现代人的压抑情绪 而需要解放的你我呢 在看完每一集之后 都会去好好思考说 属于自己的解放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呢? 我目前在看的有 洪丹心 夏娃的丑闻 刘欣 Doctor Lawyer 为何是无秀才 现在开始是show time 近期有不少大咖的回归 像是经历一些负面风波的徐瑞芝啊 以及婚后付出的男神苏智谢 还有客串卡斯每周都登上话题的刘欣 题材从狗血到职人到轻松有序都有 而我目前最推荐的就是实力派演员李准的古装剧 洪丹心 看它如何展现新一代的王之演技 以上就是这一集的韩剧推荐啦 不管是现实代入感十足的日常好剧 还是魔幻纯真的音乐剧 都十分满分的吸睛啊 如果你对内容有什么问题 或是有什么想推荐给我的话 都欢迎留言喔 也别忘记关注我们的IG 那我们就推荐下次见啦 拜拜